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K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半江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 全仙向上 上证组合指数升32.3227 深证成分指数升183.121785 互深300 升63.4137 创业板指数升46.2539 恒指方面 收报121746 升8点 过期指数跌40.7350 科技指数跌48.4506 大市城交易有1407亿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见到今天焦行跑赢赖士 走势相对强 今天升2% 看回最新的业绩快报 去年盈利增长1.5% 1,375亿元人民币 扣除非经常胜选亿之后 静利亦增长1.5% 全年营业收入超过3,447亿元人民币 增长4% 普遍大行看到这份业绩之后 亦上调他的目标价 好像瑞银 他认为去年招行的盈利增长加快 亦比市场预期更好 目标价看到54.8 摩根大通认为全年届 顺利亦比预期 和市场预期分别高 1%和4% 相信股价会有正面反应 目标价更加看到70元 野村说顺利按年增长1.4% 去到133亿元人民币 比起该行预期高出2% 双调目标价1.4% 看到66.82 重新买入的评级 接着和大家看看餐饮股 今天全线都受压 因为A股上市的全税得指出 除此疫情政策的优化调整 公司各个门店全面恢复堂食业务 但由于门店所处的区域 都不同 目前部分的区域客流量恢复不足 公司的堂食恢复的情况 亦不及预期 这个消息令到全市的餐饮股 亦受压减 如海底漏跌2% 二海跌6% 核博核博跌6.8% 狗毛狗更加跌2% 不过今天虽然市场并不算升得太多 升得8点 但亦有个版块 表现特别强势 说的是手机设备股 好像信羽和瑞昇 两个都升超过4% 瑞昇更加升1成1 创三个月的新高 而信羽今天曾经穿过100元的关口位 今天收报99.4号 五马创一个月的新高升4% 亦有消息 如苹果的两大代工厂 富士康和和瑞 在礼拜日亦对外表示 将会把东南亚 納入2023年的扩张计划 苹果的合作伙伴 富士康务公司 红海精密董事长刘洋伟 亦在礼拜日的公司活动 表示 会继续扩大中国大陆 美洲东南亚的规模 这些努力将会在2023年开花结果 除了之外 大刊最新也有报告 指信羽 觉得内地手机市场的需求 仍然未好转 疫情反复和通胀走高等因素 会继续影响信羽的手机业务 但他指出 去年的基数相对比较低 加上平均的销售价格 亦有望提升 估计信羽今年和明年迎来 会恢复强劲的增长 按年增幅估计分别有三乘六 和四乘四 最后和大家看看10只股份 成交今晚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比亚迪跌1%报226.85 有邦没有升跌 报87.95 南方恒新科技跌1.2%报4.43 港交数跌1.4%报363.4 平保跌2.1%报60.85 药明生物升1.7%报73.9 恒新中国企业跌0.7%报74.24 腾讯跌0.3%报370.2 阿里巴巴升0.6%报113.4 美团跌3.2%报165.6 最后提提大家要财证券 现在有个股行指送黄金的活动 股仲2023年1月26日 大连初五行指收市点数 直较送你100万元的千足黄金 最接近点数的参加 亦都可以获得3万元千足黄金 活动将会在今日 2023年1月16日截止报名 所以大家记住把握机会 数一数形光幕的二维码 参加一起赢黄金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